杨子琼出道多年以来 累积了不少热门作品 前阵子跟平贱妈的多重宇宙 夺下了奥斯卡影后 成为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亚洲女性 实力备受肯定 近期她受邀出席了 琼德洛主演的煽动者电影首映会 一身抢眼的绿色礼服 登上坎城影展红毯 不料向来一品出众的她 这次却意外翻车 不少人批评她的服装 简直是灾难现场 身材娇小的杨子琼 当天穿着绿色皱褶礼服 外加同色脱地打披件 被不少网友嘲讽 就像是裹着被单走红毯一样 但直言之是她历来 穿过最糟糕的造型 反观另一位奥斯卡影后 珍妮佛劳伦斯 以红色细肩带礼服亮相 披件则是挽在手上 整体视觉感受更加轻盈 也更加有亚大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